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视频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我将会与你们分享的是开斋节的由来 这个呢,就是我在解说节日的由来的第二支影片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有关于母亲节的由来的话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进去自行观赏哦 太灾节是伊斯兰教最主要的节日之一 太灾节呢,又名哈利瑞亚,艾迪尔菲特 成年的男女穆斯林同胞 在每年的伊斯兰教教例的九月呢 将会灾节为期一个月 一个月当中,每天的黎明至日落后呢 都禁绝饮食 以及一切不符合宗教教义的行为 这灾节月的目的是为了让信徒们 可以反省自己的过错 并且呢,可以洗涤自己身上的罪过 灾节月呢,是于伊斯兰教立的九月 初也就是新月出现的时候呢 结束于教立十月 初见新月为止 为期一个月 在开阶节的当天 穆斯林呢,一般都会很早起床 然后呢,在祈祷过后呢 就可以禁食一些东西 象征着灾节月的结束 然后呢,会到清真室去聆听 教长迎送古兰经 再集体朝着麦家的方向呢 一礼敬拜 这一天,穆斯林还会拜访亲友 互相拥抱问候 恢复朋友和亲友之间的联系 穆斯林在这一天呢 都会穿节日 服装 喜气洋洋 开灾节不仅是灾月的结束 而是感谢 真主 使他们的信仰呢 更加的坚定 是和平和乐的日子 根据伊斯兰经典记载 先知穆罕默德在传教前 每逢来麦丹月呢 都会到麦家林 近邻的西拉山间 陈思末岛 在公元610年 先知在陈思祈祷的时候呢 突然接到阿拉的指示 也就是真主的指示呢 命他以使者的身份 传递真主的教诲 后来 先知穆罕默德在这个页呢 定为灾戒月 以示纪念 与此同时 教法学则解释呢 灾戒是为了让富人品尝 饥饿滋味 使他们不要穷奢极欲 挥霍无度 要节衣缩食 省出来的钱呢 用来收集穷人 历经那么多年的演变呢 开采节已成为信仰 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呢 的传统节日 这一天 穆斯林会厨域 晋升 到清真室参加 宗教聚礼活动外呢 还要穿上节日圣装 走访亲友 护道平安 祈求来年都幸福平安 所以呢 同学们知道吗 开采节不只是马来西亚的 回教徒传统节日 其实呢 各个国家的回教徒呢 都有奉行他们各自的开采节 开采节呢 是一个宗教节日 而不是一个民族性的节日 同学们知道吗 伊斯兰教法规定在节日 进行以下的行为呢 都是可加的行为 也就是好的行为 第一个呢 就是吃东西 以示开借 第二刷牙 第三沐浴 第四点香 第五穿洁美服装 第六会离钱交 开采施舍 也就是捐钱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七就是他们需要送念赞主词 那么如果同学们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开采节的节日 由来或者是一些更详细资料的话呢 同学们也可以自行的浏览资料 也可以在留言区呢 作为填充的作用 好的 今天我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祝愿所有庆祝开采节的同胞呢 开采节快乐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